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女生 妈妈忧心忡忡的带来门诊 说你看看我的孩子 你看这个指甲 这个地方有黑色的线条 然后指甲看起来很黑 很黑 是不是她血液循环有问题 然后她局部黑色线条 会不会是黑色素皮肤癌 整天担心着这个事情 妈妈显然比这个小孩 还要来的环乐 来的忧心忡忡的那个状况 到底是不是 我们当然要仔细的看一下 看她嘴唇 没有哪有发指 为什么这手指看起来 就有发黑的这个状况 当然要问一下 到底最后的一个答案是什么 我们待会跟大家报告 她忧心忡忡就是指甲黑的部分 这是黑色素皮肤癌 这就是黑色素皮肤瘤 意思就是说 她整个产生的一个变化 未必是只是指甲的一部分而已 她连指甲本身那个软组织 她也有这样的变化 像这样的进行 这一部分是黑色素皮肤癌 但是她影响的层面 未必只是指甲的部分 她还会影响到 其他的软组织的部分 再加上这些肿瘤 她本身还是有肿瘤 所以她也有一些凸起 再加上有一些溃疡 所以也有点 可能会出血的一个状况 所以临床上 我们大概做这样的一个判定 就已经足够 不一定像那个病人 你还去给她抓起来做切片的检查 开玩笑 你要去弄到那里的组织 这病人指甲要拔 那个是恐怖的痛苦 所以她的指甲 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一边的指甲是这样子 另外一边的指甲是这样子 约略这里是有一些 黑色线条没有错 但是颜色上比较是这个 这个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们甲床 这是很密实的组织 所以常常在这样撞起之下 她就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出血 这是一个打篮球 篮球高手 所以常常打篮球 这是篮球的手 像这样子 这个也是有黑线 这是黴菌感染 这完全不是皮肤矮的 这个颜色有颜色 这是什么 染料 所以一定要分清楚 也不是说 病人通通拉去做切片检查 那是不必要的 而且让病人非常痛苦的情形 临床上多问几句话 可能就可以改变 我们很多的 那样的一个怀疑 然后跟母亲好好解释以后 她就很安心了